保養廠員工正在操作升降梯 沒想到突然一聲巨響 鋼繩斷裂 整個升降平台 還有重達三噸的貨車 就這樣掉落下來 嚇得站在一旁的員工 是趕緊轉身跑走 好在沒有受到搏擊 我要把車子放下來 放到一半就突然間降下來 這起意外的發生地點 就在台東的一間保養廠 鋼繩斷掉之後 升降梯整個傾斜 而差點被砸中的員工 想到當時的驚險場面 還是魚稽猶醇 就降下來 我馬上就跳開 如果再晚幾秒 你就被壓到了嗎 一定的 突然的意外 讓大家都嚇傻了眼 只是這個鋼繩 原本的設計 是可以支撐35噸重的重量 怎麼會突然斷裂 保養廠的老闆 也感到相當不解 這個機器還不到兩年 現在就是到時候 總公司的時候 來討論看看這是什麼 比如說是哪一家國家製造的 老闆表示 這台升降梯號稱是非常安全 而且也還很新 現在業者也已經把相關的資料 送回原廠做鑑定 希望能夠找出原因 只是現在貨車和機台都已經損壞 後續的賠償問題 還是讓他們很頭痛 記者賴永成 廖宇智 台東報導